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穆斯林情形严重,律遭国际撒伐,美国在对此事表达意见,趁身在再教育营的维族人受到极为恶劣的虐待。 综合外媒报道,美国国务卿庞皮欧当地时间周五表示,数十万甚至百万的维族人,在违背自身意愿下遭集中在所谓的再教育营, 他们在那里被迫灌输政治思想并受到恶劣虐待。 庞皮欧还对中国基督教徒的命运感到忧心,称中国政府关闭教堂,焚烧圣经,要求信徒签署文件放弃信仰人权观察组织报告指出, 中国正在新疆进行系统性借规模空前的人权侵犯行动,揭露当地穆斯林于在教育营受到的长期非人道虐待之证据, 包括遭到虐打、禁闭、强迫政治焦化等,受害者涵盖老弱妇如,为谴责中国迫害人权, 美国政府拟对中国官员、企业实施制裁,若获得川普批准,将是他首次针对人权问题向中方寄出经济制裁。 但庞皮欧在此次的谈话中没有提及与制裁有关的言论。